今天送孩子上学 在红灵灯前掉头的时候 看到前面一辆车 同样也是掉头 但是竟然停在那 等绿灯亮了 才掉头 红灯亮的时候不敢走 我在后面等的也是非常着急 我回来之后 也问了一下同事朋友 发现很多人都分不清 什么情况下 即便是红灯也能掉头 所以今天就来说一下这件事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 只要是在没有明确禁止 左转弯和掉头的入口 机动车都是可以掉头的 而最大多数情况下 掉头都是与左转车在一起的 心想能为红灯时 能不能掉头就要分情况了 我大体总结了四种情况 下面就来具体说一下 第一种情况 为跨越停止线掉头 没有掉头灯 根据掉头规则 轻荷灯为红色时 到处的中心线 在进进入口市 为虚线的或中心隔离设施 有掉头通道的 可以带红灯时掉头 也就是说 掉头时只要没跨越停止线 掉头就不用开红灯灯 这里需要说一下 在掉头时 必须保证不影响 对面车道的车辆正常行事 否则发生事故 需要承担主要责任 第二种情况是 未跨越停止线掉头 但是有掉头信号灯 虽然交规指出 掉头时未跨越停止线 就可以不看信号灯 但是我国各地区的路况复杂且不同意 难免会出现特别情况 有些地区 虽然不跨越停止线就可以掉头 但是却在掉头处 设置有掉头信号灯 这时我们就应该按照 掉头信号灯的指示来行事了 再来说第三种情况 跨越停止线掉头 没有左转或者掉头信号灯 马路中间没有去线 或者隔离带 没有设置缺口的道路 就需要跨越停止线掉头 如果没有掉头信号灯 此时我们就应该按照 红灯停 铝灯型的原则 绿灯的时候掉头 如果红灯时掉头 示威不按照信号灯行事 会受到200元罚款 以及扣留费的出发 第四种情况 跨越停止线掉头 但是有左转灯 或者掉头信号灯 如果有掉头信号灯 再掉头时 只需要看掉头信号灯就可以了 但是多数没有掉头 这样的通道的道路 其实是没有掉头信号灯的 如果没有掉头信号灯 掉头时 就应该按照 左转信号灯的指示来行事 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 凡是跨越停止线掉头 如果停止线的前面有半码线 在掉头的时候 必须越过半码线掉头 掉头的时候 不能这样有半码线 其实真实的道路 不值一场集中 还有一些更特殊的 例如只能在红灯时掉头 只能在道路右侧 掉头等 虽然比较少见 但是这些道路 往往都会有文字标签提醒 最后总结一下就是 我们以停止线为界 停止线与本车辆之间 设置有掉头缺口的 就可以在保证安全 以及不影响对象来车的情况下 红灯的时候掉头 否则就要等待 信号灯变坠才可以 如果前面有半码线 掉头时要有个半码线 如果是在掉头车道 左转车道 并且有掉头信号灯 或是左转灯 就需要红灯停 绿灯行 开灯行驶了